是中国人就买中国车就支持中国制造 就宣传国产车好 如果不是那你们就明白你们啥意思了 为什么有两点 第一点外国不断地限制咱们这个汽车 包括华为手机所有的技术出口 和禁止咱们这个车到他们市场 老多人说啊什么在国内卖好了 不算能的卖到全世界 其他世界政府特别是以美国为首西方世界 他限制咱们听明白吗 所以说那个咱们想卖到那个外国 但是很难就好比美国市场限制 华为跟基站交换机什么的 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去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咱们的车比他们好多了 无论是燃油还是新能源车 你要是不服气同价位的 你就可以说哪辆合资或进口的外国车 能比中国车好 那你就说我晚上天天直播 可以到我直播间你上麦说 咱们辩论一下的 那种无知之地要宠良媚外的人 是不是你说不出来个技术 具体举不出来例子的 你就别来 听懂吗 为什么说是咱们中国人就买中国车 就宣传中国车号 因为是真的好车的产品利好 听明白吗 如果有不服气的 你就举例说明 咱们就共同探讨 别比咱们强的地方 咱们要学习 但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 现在无论是燃油还是新能源 就是比外国车好 那咱们的东西比外国车好 物美价廉卖的便宜 他们一定还强 那你为什么不支持中国车呢 对不对 而且我说这个是已经在发生的事 为什么买国产车的这么多 为什么比亚迪是销量冠军 为什么这个一线品牌销量都大胆 长安 奇瑞 吉利 是不是红奇 都在销量 都在暴涨 而外国车 核子车都在下滑 为什么 就是因为咱们产品利好 就这么简单的事 那外国天天限制你 你还舔个脸过去了 渐渐的还买人的破车 花高价买破车 你有病啊 是不是 还有一点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不要给敌人送子弹 只要你买那些进口车 核子车 那外国就赚钱 这是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就不需要争论了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支持国产车 第一点 国产车好 第二点 记住不要给敌人送子弹 就这么简单的事 他先知咱们 咱们还舔个脸 还买他车 有病啊